好,大家好,我是阿鞋 我們又見面了 那我們今天要教你Power Slide 就是側殺這個動作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動作 等一下我們要教你的話 是幾個比較重要的訣竅 那我們先看一下吧 相信你們剛才都看完Power Slide這個動作 那我們第一步先要來做的第一個動作就是 當我們的腳站在上面的時候 它其實是靠我們的後腳往外推出去的 用後面的地方 後面屁股的地方 還有腳掌的地方去做推的動作 那可是剛開始有些人會推不出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必須先把我們的前腳 把我們的前腳本來是這個動作 把我們的前腳稍微踩前面一點 後腳踩這個地方 它會有點像反腳的T-TOP 那你利用這個反腳T-TOP這個點呢 輕輕的往後腳往外推出去 它就會比較好做 但是呢這個動作算是比較偷吃步一點點 就是說它正確的動作是放在後腳 那其實我們只是先利用身體重心的轉移 把它放在前腳前面一點點 那你會比較好做 然後也會比較知道說它的原理在哪裡 那你們先練習一下吧 相信呢你們剛剛看的那個動作 就是腳步的推板子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要來講上半身的部分 那上半身的部分呢 其實不管是你的後腳站後面 還是你的後腳站稍微前面一點點 你都必須把你的重心壓低 注意一點 微蹲 然後縮一點小腹 你會比較好做動作 那站前面的話 一樣就是用後腳的腳掌 還有你的手 還有你的手 盡量去做推的動作 那相反的也是一樣 當你的後腳站在後板尾的地方的時候 你一樣就是輕輕的利用 這個地方去做推的動作 那其實在推的時候呢 你必須用你的手 還有你的腰 還有你的屁股 還有你的腳 還有腳掌 去做往外推的動作 就是往你胸口外側推的動作 那重心的部分呢 就是盡量壓低一點點 你會比較好做 好的 我相信你們對於腳的動作 還有上半身的動作都有所了解 那它需要一點練習的時間 那現在還是會覺得做不出來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最主要的一個點就是 關於Pulse Slide 就是側殺這個動作 其實它就是轉換我們的重心 我們的重心本來就會比較偏在後腳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只是把我們的重心移到我們的前腳 而後腳去做 譬如說推的動作 那其實嚴格上來講就是 等於說 要把你的重心從後腳的地方 轉換到前腳 那這個部分呢 你們可能需要多一點練習時間 那剛開始做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 速度盡量慢一點點 不用太快 就是慢慢的做 這樣就OK 那當你比較熟練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速度 稍微加快一點點 那我希望呢 你們都可以把Pulse Slide學會 它是一個還蠻酷 還蠻帥的一個招式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